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水灵灵频道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 一个现实通俗的话题 一个女人多久能忘记 一个她深爱过的男人 一个男人多久能忘记 一个她深爱过的女人 爱情是美好的 但美好的同时 她也是最折磨人的 张爱玲说过 原本以为爱情 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 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 却偏偏是爱情 在爱情里 可能谁都爱过几个人 恨过几个人 甚至也睡过几个人 有些人是真爱 有些人是过客 换个说法就是 有些人走心 而有些人走善 男人和女人的想法很不一样 男人不是拥有了就珍惜 而是拥有后会见以思迁 大部分女人对于爱情 都会很走心 但也有一些女人对于爱情 不是很认真 女人对于走心的爱情 会更走心 而男人对于走心的爱情 不一定走心 所以对于爱情 对于分手 男女各有不同 对于睡过的人 男女更是不同 我访问了两位女士和四位男士 我们来听听她们的心里话 A女士初恋 她当年26岁遇到了自己的初恋 于是奋不顾身地去爱 去付出 把自己的心 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存折 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那个男人 而男人却没有走心 两个人分手了 男人潇洒走人 而爱女士 几乎全身心都被掏空了 走不到一起 又忘不了 害苦了自己 如今三十多了 还单真 婢女士 三十八岁 婚外恋 她说 老公不够关心她 不够爱她 于是 她有了婚姻之外的爱情 原本两个人 互相取暖的爱情 却越来越上心了 两个人分开 舍不得 又结不了婚 于是 就这样 爱着 走着 两个人没有 光明正大 更没有未来 这两位女士 都挺可悲的 我们再来 倾听男士的 那个曾经 让她真爱过的女人 用多长时间 不忘记的呢 听听四位男人的心里话 A先生 46岁 他说 他是他一辈子 摸不去的 摸不去的记忆 两个人大学四年 相恋了三年 最后 因为客观原因 分开了 曾以为 分开一段时间后 自己可以慢慢放下 慢慢待望 可事实是 每每想起 还是那么心痛 越是想忘 越忘不掉 反而年龄越大 越是想念 那是他一生中 唯一的 不掺杂 任何东西的 最纯洁 真挚的感情 B先生 29岁 他说 女友嫁给了别人 自己却还忘不了他 因为各方面的原因 女友 立他而去 嫁给了别人 B先生 后来又谈过两次恋爱 可在他心里 没有任何一个女人 可以和他相提并论 现在 虽然恨他 可是还爱着他 总是在午夜梦回的时候 想起他 久久不能入睡 那种滋味很难受 可对他的想念 自己怎么努力 都还没有改变 谢先生 36岁 他说 对仙女友印象 很模糊了 如果不看他的照片 甚至都想不起来 他的模样了 只记得 在生命中 有这么一个人来过 关于他的一切的事情 都很模糊了 但是 还记得这个人 B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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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岁 他说 初恋 对他影响不大 让他痛苦的是第二段感情 好的 现在 已经走出来了 他说 他忘了当年 失恋的心痛 是怎么过来的了 只记得当时 很痛苦 每天 抽烟 酗酒 家里人 怕他想不开 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 刚开始相处时 并没有当回事 只是感觉 这个姑娘 很善良 很温柔 处着处着 慢慢就产生了感情 也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 感情的重心 就放在了 这段感情上 从认识到恋爱到结婚 用了半年时间 把以前 所有的痛苦 几乎都忘掉了 对前任 没多少感觉了 以上 是四位男人的心里话 我们不得不相信 时间 会让我们 稀释一切 待望一切 如果过去很久了 你还是没有放下 可能 你放不下的 不是这个人 也不是 这段感情 而是冥冥之中的 无以言说的 只是内心的一份 执念而已 真正的忘记 不是刻意的 它是不需要努力的 因为 你越是努力 忘记的事情 反而 越忘不掉 真正的忘记 是放下 和释然 内心 没有爱 也没有恨 后来某一天 不经意地 记起这个燃食 心里 是平静的 释然的 过去的 已经过去了 我们 不纠结于过往 而是愉快地 活在当下 好的 朋友们 今天 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期待你们的留言 和分享 谢谢大家